上一回啊,我们讲到身为内阁首府的夏妍,因为在奏折当中写了几个错别字,被家境皇帝不由分说的臭骂了一顿。 夏妍当时就懵了,这皇上这不是故意找茬吗? 换了别人,挨顿骂也就算了,皇帝故意找茬,你跟他叫什么劲呢? 可这位夏妍夏老兄实在是好样的,他不肯甘休,竟然回了一句,说臣有错,适逢近日身体不适,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。 意思很明显,您不是故意闹事吗?我还不伺候您了。 当然了,家境皇帝也不是好欺负的,他怒不可遏的大喊了一声,你呀,你也不用养病了。 啊,治事去吧,再也不要回来了。 惨了,这下麻烦大了,玩笑有点开过了,可是这夏妍话已经说出了口,没办法收回来呀,只好硬着头皮啊,走人。 那么这个夏妍回去之后,开始满怀忧伤的捆贝子,准备离开北京。 哎,但就在他即将上路的时候,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,哎,夏先生,夏先生,您先等一等,啊,您哪,可能不用走了。 哎,夏妍确实不用走了,为什么呢? 因为出事了,而且还是大事。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?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,哎,夏妍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京城,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子,但是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,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。 这件事情,具体来说是个工作作风的问题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嘉靖皇帝前不久,曾经交给郭勋和王廷相一个差事,这个王廷相当时担任的是左都御使。 皇上给他们俩下达了一个御令,可是蹊跷的是,王廷相接到御令之后,四十多天都没有动静,不知道他到底搞什么把戏。 这咱们顺便说一下,这个王廷相先生是大文豪,前妻子之一,而且还是著名的哲学家,那么他之所以不干活,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呢。 可是这个郭勋就有点离谱了,王廷相虽然懒,也只能算是代工,可郭勋却是胆大包天,明智的皇帝给他发了御令,哎,就是不去领,权堂不知道有这回事。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,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呢,既然拿钱,你就得给皇帝干活,而郭先生明显的没有这个觉悟。 于是嘉靖皇帝发怒了,哈哈,我交代下这些事情,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,这还了得呀,立刻下旨言查。 这王廷相也算是真机灵,一看情况不妙,马上补交了一份工作报告,这事就算完了。 相对而言,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,活还是不干,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。 本来这事也不怎么大,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上,最多皇上也就是骂他几句了事。 可是他老先生这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。 咱们这必须说明的是,郭勋的那封奏折里并没有错别字,这是值得表扬的。 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可要严重的多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位郭勋真不愧是个粗人,他不但在奏折当中狡辩,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,何必更劳刺赤? 结合上下文,这句话的通俗解释大致就是,这种事情,皇上您何必要专下命令呢? 多余,家境皇帝看了之后这个气呀,心里琢磨,请,姓郭的,你有种,我要不废了你,我就不姓朱。 皇帝终于发怒了,他痛骂了郭勋一顿,并且召回了下言。 有那么句俗话,叫乌漏偏逢连夜雨,这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贵,欺压大臣百姓,做尽了坏事,这个人缘极差。 朝廷当中的那些个阎官,看见他现在倒霉了,于是纷纷上书,把他大骂一番,这有一学名叫痛打落水狗。 关键时刻,郭勋终于醒悟,立刻虚晃一枪,跟皇上说,臣子压力过大,得了病了,需要休养,希望皇帝恩准。 家庭于是就同意了,对他这位老亲戚,他还是比较信任的,那些个官员们见识不妙,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。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,郭勋也能成功的避过风头,大概他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。 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,夏延回来了,在夏延看来,张聪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,而这位郭高干,不学无术,是纯粹的社会垃圾。 想要平安治国,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,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。 但是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因为郭勋从老朱那块开始,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了,可以说是根深野茂,黑白两道全都吃得开。 你一个普通的内阁首府,又能如何呢? 普通的内阁首府自然是没有什么办法,但是夏延并不普通,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,搬走最后的绊脚石。 为此,他找来了自己的门声,阎官高石,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,并问了他一个问题,说学生,此事风险甚大,你可愿意呀? 学生的回答也非常的干脆,说,为国除此奸邪小人,学生,我是在所不惜。 嘉靖二十年,也就是一五三一年的九月,几十中高石,上书谈和,说武定侯郭勋,誓受黄恩,贪污不法,今查实罪行如下,应与司法言成。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,全文共列出郭勋的罪行十五条,全部查有十句,实在是一颗重磅炸弹。 嘉靖皇帝发火了,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,气急之下,把这位亲戚啊,给关在监狱里头进了。 由于事发突然,郭勋十分吃惊,但是入狱之后,他却镇定下来,因为他很清楚,凭着自己的身份,皇帝绝不会下杀手,无非是让自己啊,在这个牢里头多待两天而已。 哎,可以说他的这个判断是非常的靠谱,嘉靖皇帝呀,只是一时冲动,很快就消了气,还特别下令,不准对郭勋动刑。 看样子,过两天,他就能够无罪释放。 然而郭勋错了,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,因为在不久之后,高石又上了第二封奏折,内容和第一封呢,如出一辙,要求严厉承办郭勋。 这嘉靖皇帝没有理会,把奏折给退回去了,这个行动就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了,哎,告诉你们说,事情到此为止,不要再继续纠缠。 然而下言的攻势,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,与以往不同,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是相当的高,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,说郭勋呢,罪当斩,这下子嘉靖可头大了,他本来想教训一下郭勋,又怎么会搞到要杀头呢? 事到如今,必须开门见山了,皇上说,此案情形未明,发回法司复查。 那么到这时候,第一轮的试探就此结束,第二轮攻击即将开始。 高石再次上书,内容还是要求严惩郭勋,但是这一次嘉靖皇帝也没跟他客气,他下令给予高石降级处分。 得到了处分的高石,非但不沮丧,反而十分的高兴,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老师交给自己的使命,这好戏即将上场。 表明了立场之后,嘉靖皇帝放心的等待着重审的结果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几十钟刘天植突然上书了,在奏折当中,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。 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,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,包括扰乱朝政,图谋不轨等等。 就如同预先编排的一样,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,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,除了杀头之外,还额外奉送郭勋,罚莫个人财产。 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。 嘉靖皇帝原本以为自己发了话,这下边的人自然会听话呢。 可是事与愿违,更觉得是他吃了闷亏,还不能够发脾气整人。 人家有评有据,按照证据办案,你能说人家不对吗?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,自己原来是个冤的头,让人家糊弄的团团转,被人家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呢。 不过嘉靖皇帝心里这么想啊,没关系,你们不是狡猾吗?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,我不发话,你们谁敢杀郭勋呢? 嘉靖这次学聪明了,他收下了法司的斗折,却根本不予理会。 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,旁敲侧击,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。 在他看来,只要自己不点头,郭勋就不会死。 而多坐两天牢,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,也不是一件坏事。 可惜啊,皇上并不清楚,要杀掉郭勋,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。 在这个世界上,要解决掉一个人,有很多种不同的办法。 在此之后,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局面。 皇帝转达了自己的意见,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的症状,毫不理会上级领导的一片苦心,仍然不停的上奏,要求杀掉郭勋。 这倒也罢了,但在几个月之后,嘉靖皇帝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。 郭勋呢,死在牢里头了,这位精力旺盛的人兄,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而且死因不明。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,绝对不是自然死亡。 反正人在监狱里,爱怎么折腾,就怎么折腾。 嘉靖这回终于出离了愤怒了。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,是政治暗杀呀。 但是他仍旧没有办法。 人死了之后,侦办此案的刑部、大理寺的官员都十分的自觉,纷纷上奏折写检讨。 在文章当中,他们纷纷表示,一定会吸取这次的教训,搞好监狱里的安全检查,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,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。 总而言之,责任是有的,疏忽是有的,但是故意是没有的。 这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,这次也没废话。 他直接下令,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,多少啊,也算是出了自己的一口恶气。 下言又一次大获全胜,他虎口拔牙,把生米煮成了稀饭,活人整成了死人。 不但杀掉了郭勋,还调戏了皇帝一把,甚至连一点破绽和把柄也没留下。 这次行动的成功,充分表明下言先生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 他本人呢,也就此迈入了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。 登上顶峰的下言,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。 终于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,他心里非常的得意。 好了,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,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报复将在我的手中变成现实。 下言终于开始得意了,毫无疑问他有这样做的资本,但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,焦黄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。 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,等待着他的错误。 其实啊,对于嘉靖皇帝而言,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,因为他认为下言虽然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,但是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。 十五岁的时候,他登上了皇位,十七岁的时候,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河。 十八岁的时候,他仗则百官,确立了自己的威严。 而事实证明,在治国方面,他也绝不是一个昏庸之辈。 登上皇位之后不久,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。 谁啊?江斌和钱宁。 皇上就问了,这江斌跟钱宁在哪呢? 大臣们回报说,啊,目前仍然关押在监狱里头呢,听候陛下的处置。 对于这个问题,属下们心知肚明,大凡新军登基,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。 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,还是不多见的。 不过接下来皇上的那句话,和他们的想象是太有差距了。 嘉敬皇帝说,哼,奸命小人,留着干什么呀?推出去,立刻斩首。 嘉敬皇帝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,不仅仅是他的至上高,还有他的生活经历也很奇特。 与娇生惯养,混迹在大城市里的诸侯照不一样。 诸侯通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,而他这位所谓的藩王之子,实际上那是比较惨的。 因为除了吃穿好点之外,他是一个基本上失去了自由的人。 在明代啊,由于之前有朱老四,也就是朱弟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。 所以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。 如果藩王不领圣旨,擅自入京,那就是造反,可以立刻派兵讨伐。 所以啊,朱侯通那个时候他不能去北京,也不能自处闲挂。 在他的周围,始终都有人监视着他。 而他平日能够接触的那些人呢,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侯通,懂得猜忌和防备,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。 所以呢,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的时候,都不禁叹气摇头,说, 若在我朝,必当当敌奸邪,兴旺盛世。 现在他做了皇上了,也是时候了。 在明武宗诸后赵的时代,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。 咱们就不要说刘锦张勇这些大腕了。 一般的管事太监,那也是财大气粗。 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,甚至还有兵权在手。 咱们前面讲了,有这个镇守太监,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。 可惜啊,诸后赵先生不争气,三十多岁就没了。 这上边换了领导,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。 嘉靖皇帝对太监的身份定位非常简单,就俩字,奴才。 在他看来,这帮子人就该洗厕所扫地,安心干活,还想发财,带兵,操控朝政,门都没有。 他公开表态,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情,如果敢于越界,绝不轻饶。 刚开始的时候,太监们并没在意,也不相信,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事件确实到来了。 嘉靖皇帝召集了司礼监,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,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。 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。 那么人拉回来了,干什么呢? 按照程序走,先是训话,训完了就查,查出了问题就打,禁不住打的就被打死。 这还算是讲人道的,有两个贪污的太监,由于数额巨大,情节严重,被打死之后,尸体还挂在外边示众,实在是够狠的。 这是小喽啰们的遭遇,大腕级的太监也没有好下场,当年的所谓八虎当中,刘锦已经被刮了,剩下的人呢,也无一幸免。 比如那个古大用,被免职抄家,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诸后赵陵墓的门卫。 另外还有一个叫卫宾的,埋头苦干几十年,好不容易爬到了私里间的位置,家庆一声令下,就被下岗分流了。 据说连套房子也没给留,直接撵出了宫门,流落街头当了乞丐。 其余的人呢,也挺惨的,个个被整得够呛,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,家庆也给收拾了。 谁呀?张勇。 咱们前文书也讲过,张勇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,他帮过杨一青,也帮过王守仁,为人比较正直,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。 可是家庆先生太过生猛,在他看来,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,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很快张勇就被降职处分,然后被勒令退休,眼看就要脑袋不保。 就在这个时候,杨一青站出来说话了,总算是好人有好报,杨先生信誓旦旦,拿人头担保,这才保住了张勇,使他官复原职,成为了硕国仅存的掌权太监。 那么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之外,家庆先生还以身作则,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。 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,从小就跟着他,安前马后可谓是尽心尽力。 可是一到了北京,家庆就翻了脸,严厉警告他,你给我放老实点,不许玩花样。 听到这儿,可能有人要问了,这皇上一般不是都是比较喜欢太监的吗? 那么家庆皇帝为什么要排斥太监呢? 家庆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,从表面上看,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。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,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。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